好的 两支队伍已经完成了 第二轮对决请注意 裁判的判罚和头毛巾同时进行 判判 3 2 1 6比0 恭喜 本轮胜出的是新空间 裁判判罚直接决出胜负 观众投票不计入分数 以四三天出现现场白 在本轮不积分 比波威这边说流畅度更好 那他们的技巧 又配合得非常完美 组合技都非常非常好 那虽然说就是Newsparking这边的话 他的舞蹈跟整体的整齐度 也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但是在我这里 可能新空间这边的这个技巧分 会比他们高很多 所以说我的这一票 是给到了新空间的 包括鲤鱼跃龙门 凯歌他们就是个很好的示范 他们就直接拿人摆了一个龙门 然后呢 另外的B-boy来扮演鱼 来跃过去 真正的跃过去 而不是说拿一个什么 布上面写龙门 然后几条鱼 再得嘿嘿嘿 然后跳过去 不是的 这个像耍包 这个是跳舞 所以我就直接拍到这一边 李斯那一组的话 就整体氛围是非常欢乐的嘛 杨凯组一些B-riking的东西 然后去贴合歌词 什么恭喜发财 就是一下子杨凯老师 就是飞起来的感觉 我就感觉我的目光 会被瞬间吸引过去 杨诚丽主题人 好啊 因为我一直很期待 李斯这次的battle 我去她的教室找她的时候 看见她穿着 high heels走出来 我说 oh my god 这一次是要辣妹了吗 然后我也觉得很聪明 她知道她们是breakers 所以她用了这样的方式 而且配上了UA 她们本来就是很炸的爵士的一个唱牌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凯哥 她们就是也是很绅士 所以很多时候她们居然好好的C位不待 她们超级无敌的拼抬到我旁边去 就会觉得她们在做follow的时候 我会不小心的就会往她们那边看 我真的觉得李斯这边太炸了 谢谢陈寗姐 很开心 我是一个运气极差的人 但是我今天成为了幸运观众 得愿关心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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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道具多是我们可能内部比赛 我们自己开心 然后会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传统吧 但是就是看到对面老师们跳的时候 就是真的会觉得 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感觉 就是真的还是很厉害 新空间的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 我们的李斯这边实在是太炸了 我真的 那我就我想象不到还有谁能够把帅气和美能够融合得这么好的 我看他跳舞一边看 好帅好帅 好美好美 好帅好帅 好美好美 这玩来回切换 而且中间还有高跟鞋框布 我的天呐已经完全赢过我的旗袍框布 升级版的高跟鞋框布 高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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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们第一个作品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就非常精彩的设计 包括我觉得你们真的要感谢感谢就是后面还躺在那的那几位就是充气BBOY 对谢谢他们帮你们做了如此精彩的招 好然后第二首歌的话凯哥你们这边的大批丘的那个招真的是让我直接是 太厉害了 反正待会下台了肯定再也不会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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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每天晚上睡觉就是大批丘 然后怎么去表演大批丘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其他队员好不好 仔仔 就是你这一场觉得怎么样 这个组织战争 不要慌 稳住 就是我觉得你是丹尼老师第一轮 然后特别就是那种能量把我们给压过去的感觉 然后 尬了 尬了 天呐 他就是这么可爱 你还一直是这样的吗 对 各位美女们这一轮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请吃火锅了 凯哥问你呢 请吃火锅吃哪一家 凯哥问你呢 不是打平的吗 打平的吗 直男 直男 我们这边说大直男 凯哥 这样我们那个前途 你是不是找A字 真的直男发言 算得很清楚 一般都说没事就算是打平了 我也一样凯哥请你 没有 我们之前在想 如果是我们真的说怎么办 我说那就请呗 那我们但是没有想过的要打平 好 好 就还是不请呗 对 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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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火锅之外 我们Urban Animal有没有做什么调整 其实就是昨天比完大起舞之后 下去了 因为出了点小意外 对不起 下去之后 其实说句实话 我挺愧疚 然后心理压力有一点大 然后呢 我就是想着 我昨天说了要争口气嘛 所以 嗯 对 我今天就争了这口气 对 所以就是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 其实就是高跟鞋 这个事情是李思姐提起来的嘛 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 其实 我们这里有几个 就平常都穿平底线 然后完了之后 昨天跳的时候 脚是这样子走路的 对 所以就感觉大家也是 真的想要争这个分 然后就努力地去做了这个调整 包括李思姐也是 就你别看他在台上是那样子 他为了练这个高跟鞋 他上台前 你知道吗 他的手臂 大腿 全部绑了蹬带 我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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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哭不出来 他就带着伤 一直在练那个高跟鞋 然后招一直在试 把那个蝎子摆尾 一直在跳 为了这个 二战争响应 真的是拼一把的感觉 我居然做了 我原来自己在练舞的时候 都不会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这也是确实来到这儿学习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和Alban Animal一起 我觉得能够有这样一个突破 其实我是非常为他们开心的 然后也为自己开心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那我来问一下张艺评审的意见 A.C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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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 太炸了我的妈呀 首先人姑娘直接上来给 凯哥给整麻了 来那个全麻火锅 哈哈 李师姐这边就特别炸 直接给你拿那个那个人偶的那个 冲气B-boy 对 炸昏了我姐 哇 我姐给傻了 这什么操作 我比这么多年比赛 我从来没见过的 然后凯哥这边小龙 真的太吓人了 他每次做招 我觉得他都不要命的 他那个手直接这样 咻 还有凯哥那个很可爱的 就是上去恭喜发财 但是如果凯哥吧 多给我们看一下吧 我觉得那个正面真的很可爱 我还蛮想看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可以 小龙 上财一眼 等一下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可爱 我的天 那同样感谢两组精彩表现 恭喜李斯丹一主理人的现场牌 积到三分 谢谢 谁 你高汉宇了 对